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 历届考题赏西 那么我们这个部分 我们要介绍的是相关系数的简定 跟Fisher的转换 这个题目是 成大国企研究所的考题 那么我们看看题目的内容 为了调查糖尿病是否跟年龄有关 我们抽了多少 随机抽了52位 注意到的52位 这个已经是大样本了 糖尿病患 得到了样本相关系数R 叫做什么呢 0.5 它要我们做的什么动作呢 简定母体相关系数 母体相关系数 它的假设是什么 是不是0.6 可不可以成立 那么这个题目我们必须要说的是 如果这个题目是简定 就是母体的相关系数是0 或者是不等于0 我们一般来说都是用体检定来做就可以了 那么如果说这个地方 它的母体假设是0.6 那么这个题目我们没办法用体检定 因为它会有偏差 它不是一个对称的 所以我们要用的是一个叫做Fisher的一个转换的方法 才能够来去做这个题目 改成了什么 大量本要改成了Z来做 那么这些是相关资料 那么我们就开始直接来做了 这个题目N是52 其实我们心里有底 它是大量本 好 再过来 我们现在先建立的是一个虚无假设 New Pyparthesis是多少呢 Rho xy 它们先入为主 就是0.6 那么我们的对立假设 Rho xy 是不等于0.6 这是0 我们再强调一次 0 我们就可以用T检定 这个不得已 我们需要用的是Fisher转换 好 那现在怎么做呢 是这样子的 ZR 是等于二分之一 我们的Fisher转换的这个公式在这边 Nature Log 上面是1加R 下面是1减R 来 这就是我们的ZR 那这个地方 带下去 1加R是多少呢 本题的R是0.5 1加R就是1.5 下面呢 下面是1减R 1减R 那就是1减掉0.5 还是0.5 所以是二分之一 Nature Log 这是3 如果这里是3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这个地方来说 三分之一是负的1.0984 那么3的话呢 是多少呢 它就是 它的正的 就对了 所以是二分之一 乘上 1.0986 这个地方是等于多少 等于0.5493 那么同学的话会说 为什么会直接把这个负号拿掉呢 我们这边做一个解释好了 这边是三分之一 根据对数率 这是两个相除的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Log1减掉Log3 那么Log1是多少 0 所以这是负的Log3 那么同学就知道了 Log3就直接加一个负号就可以了 好 我们现在再看看 Z Row是多少 这个一样 它只改成的是 1加上Row 1减掉Row 那么这边 我们把0.6带进去 0.6 上面带0.6就是1.6了 1减掉0.6 那就是0.4 所以是二分之一 NatureLog4 那么就是二分之一 NatureLog是多少 这边已经写了 负的1.3863 那么如果说是4的话 那就是 正的1.3863 那么我们算一下 计算机除一下 就是变成了0.69315 好 我们算好了以后 现在我们来看看统计量 这个Fisher的统计量 是 比较特别的 它是Z是等于什么呢 是ZR减掉ZRow 除以 根号 N减三分之一 N指的是我们的样本数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们把它带进去 0.5493 减掉 这边是 0.69315 除以根号 那同学知道 N减三 本题的N是几呢 它帮我们设计好了 5020减掉三 那就是49 49再开平方根 那就是七分之一 那直接用7来乘就可以了 这是 负的1.00695 这是Z值 那么 来我们解释一下 我们的Z的落点 是在哪里呢 负的1.00695 本题的 α是0.05 我们要知道 我们的拒绝欲 是在哪里呢 Z是等于 负的1.96 同学要知道 0.05 那这边就是 标准的写法 正负的1.96 那么本题的Z值 是落在哪里呢 落在1.00 那在位置在这边 所以我们是 落在的是 接受欲的部分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 一个结论 我们拒不拒绝H0呢 我们不拒绝 既然不拒绝H0 它的意义是代表什么 就是母体的相关系数 是0.6 这个假设 我们是没有办法 去否定它的 也就是说 暂且我们就接受了 就是0.6 就是